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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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 宋大哥 这是好事啊 爹 圣上让我去通天书院啊 你看你 惹祸了吧 惹什么祸 不准去 为什么 书院是男子求学的地方 世人都以为我是男子 为何不可 这是欺君之罪 被知道可要看头的 但是 我这么多年都没事 怎么会被轻而一举发现呢 朝夕相处难免会露出破绽 加上你胡乱改写当年的密文 一定会被人盯上 你现在又有了御赐的头衔 数大招锋 更会惹人注目 但是 这么难得的机会 我想像男子一样去求学 够了 赶紧收拾东西 明天离京 以免惹来杀身之祸 还不愧去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去通天书院 这么难得的机会 我是不会错过的 既然你执意要去 我的马车在门口 你拿去用吧 你有什么问题 我帮你解决 谢谢你 怡青 放心去吧 宋伯伯由我照顾 谢谢你们 我会想你们的 我先去看看我爹在不在外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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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回去吧 爹 对不起 好了 跟男子一样去读书 是女儿的理想 无论这条路是福是祸 我都要试一试 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